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攻打邯丹 甚至就是消灭赵国 但是事情一波三折 赵国这个时候通过这一次打击公开复苏了 秦国不是那么好扛的 于是派出了使者要求隔地求和 隔五座城我们谈条件和平解决 而赵国派到秦云进行谈判的 又是一位著名人物 这个就有点有意思 叫什么名字 叫苏代 不但带来了求和的 服软的这么一个信息 而且带来了对秦国 相国 范居先生的私人关系 那么使者见到了范居以后 怎么关心他 说您看看 现在武汉军白起 他曾经大败过 韩军和魏军的联军 斩首24万 同时夺取了楚国的五百年的古都 印度 逼迫楚国东迁 现在又在长平一战 全天造军四十余万 如果打下寒滩灭了赵国 秦国的第一功臣就应该是白起 如果到那个时候 您相国该在什么位置 您的处境是不是有些尴尬 你看看 这又不是挑破吗 但是注意 这种挑破和当言范居 挑破人家母子之间 深究之间的挑破 它更光明磊落 什么原因 各位其主 这是赵国的使者 于是给范居出主意 最好是劝阻 清军不要打寒滩 那么对你是有利的 对我们也有利 这个范居是通过 剥夺宣太后 和然后的权利 受到秦昭湘王的重用 同时提出远交进攻的策略 现在他最大的政治对手 当然就是白起 所以赵国使者 希望他劝说 秦军不要打寒滩 也正宗他的下坏 想到一起 因此范居决定 向昭湘王全建 不打寒滩 任何一个说法 你都要摆在桌面上 当然范居 有范居的说法 虽然我们打败了赵国 但是杀人一千 自损八百 我们秦军也是伤亡惨重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巩固一下胜利成果 我们缓口气 我们让军队 我们让百姓得到休息 那么等我们休息一段时间以后 要打寒丹 那不是手道秦来吗 秦昭湘王应该说 对范居是非常感谢的 如果没有范居给他出主意 也许他现在 他的母亲还没有死 那么郎侯更还在掌权 所以范居应该说 他是他政治上的恩人 加上特别信任 所以对范居几乎有一点言听计从 加上范居的话也很有道理 所以秦国停止了向安邦的进攻 几年之后 这个事情重新提起来了 因为经过长明之战 经过前后的战争 秦国上下越来越产生一个念头 六国之中 除了赵国再也没有对手 如果能够把赵国灭了 那么其他五国 可以说是顺势而下 所以秦国又起兵 攻打邯郸 但是这一次不太容易 赵国恢复了一些元气 邯郸城内 邯郸周边拼死抵抗 所以秦军有些进军不利 不利怎么办 秦昭王就想起了白起 本来白起就有怨言 秦昭王也有些后悔 当年没有打的邯郸 现在看起来要打赵军 还非得是白起 所以幻居受昭王的委托 亲自去请白起 白起这个时候在干什么 养病 于是幻居见到白起 说看样子还要请将军 亲自走一趟 其他人还是不行 白起怎么样 不买账 说你们以为赵国就那么好打的吗 当年长平之欲 我们也是侥幸取胜 牺牲了多少将士 我当时就说 要成长平之胜 这种威势 只取邯郸 你们不同意 现在赵国恢复了元气 不好弄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按照向国宁的战略方针 我们先打魏国 先灭韩国 然后再打赵国 你看看 这不是赌气吗 谁都听得出来是赌气 那么秦王也是很了不起的了 很羞的吧 说天下 特别是我们秦国 哪里还真是你一个白起吗 没有你 我们就不打仗了吗 于是继续调兵遣枪 继续围困 邯郸 而在这个过程中 白起也被逼得出走 最后被迫自杀了 那么秦军在邯郸城下 仍然没有占到便宜 这个时候赵国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了 谁啊 那个人脉关系很广 黑白两道通辞的平原军造胜 这个时候他发挥作用了 发挥什么作用 第一 写封集信 给他的好朋友 也是四大公子之夜 魏国的姓林军 魏无忌 说希望你赶快出兵 看着我们赵魏两国的交情 和我们的友谊 以及存亡此寒 赵国如果灭了 你魏国还有好果子是吗 这个信林军魏无忌 在四大公子里头 尽管年轻 但是从胆怜 从他的壮意 从他的豪爽 应该说是首屈一指 结果在魏国 调动各种力量 包括 魏国国军的 喜欢的女孩子 包括 三教九六之辈 包括魏国大梁街头上的 那些屠夫 酒妇 同一种力量调集起来 后来演出了一场 非常著名的国剧 叫 切伏就造 把兵符 偷出来 然后援助照顾 平原军做的第二件事 亲自带着 一些门客 来到楚国 劝楚国出兵 这些门客里头啊 其中有一位 本来没有资格的 后来自己 请英 于是也参与了这次活动 这位人物 叫毛翠 那么 毛翠通过自荐 也来到了楚国 连税服 带妖蝎 胁迫 楚王出军 所以后来也流传下了一个故事 叫做毛翠自荐的故事 楚国的军队 魏国军队 以及赵国其他地方的军队 一起 集聚于寒潭城下 对秦军就更不利了 秦军怎么办 不打无把握之杖 撤兵 这可以说是在战国时期 六国最后一次联合抗秦 并且取得了胜利 可以说是一次决战 但是从此以后 没这个事 即使有这个事 也变成闹局 虽然在长平之战以后 秦国再次攻打邯郸没有成功 但是分析此时的战国局势 秦国一家独大 已成定局 秦昭相王是秦国 在战国时期 最伟大的国军之一 他执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正是他在位期间的积累 为日后秦国统一天下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在秦昭相王时候 秦国的政局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说到伟大的秦昭相王 他一共活了75岁 在秦国的所有的国军里头 大概是最高瘦的 那么秦昭王年龄一大 在位时间一长 出问题了 出什么问题 他必然压缩 他的儿子在位的时间 因为他太长了 根据我的这个 出略的这个估计 秦昭占国时期各国的国军 他的寿命 大概是在四到五十岁 由于享乐腐化 由于做通业之欢 九和赦两把斧头 夺取了他们的年龄 秦昭相王 他在位五十六年的时候 他立的太子 他的长子 就没有劳过他的年龄 还在做太子的时候就死去了 所以他立了另外一个儿子 做太子 叫安国军 那么死的时候 安国军已经是五十三四岁了 这个时候如果放在整个 春秋战国的国军里头 他又算高手 结果守之一年 正式做国军 做了三天去死了 三天去死 你不要小看三天 他的寿命也算是还可以的 有五十多岁 于是由他的儿子 后来叫庄襄王继位 那么庄襄王继位 他的名字叫义仁 这个人的继位就充满着悬宴 可以说是机遇和努力的一个模板 尽管秦国在张扬变法以后 特别是秦惠王 以及后来的秦昭王的打击之下 应该说对中方六国取得了这种绝对的优势 但是坍坍打打 仍然是那个时候的常态 秦国今天打这个国 明天又跟人家谈和 所以这样一来 为了表示诚意 秦国的诸多的公子 就散布在东方六国 散布在那里干什么 甚至还有一些小一些的国家 做智 注意注意 这个智也可以解释为人智 同时更可以理解为质亚 就是交换 你的王子到我这里来 我的王子到你这里去 表示一种我对你爹友谊 所以秦国很多公子都在东方六国 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秦昭相王 他就在燕国主治 而这个秦昭相王的长子 还没有等到继位就去世的那个太子 死的时候是在魏国死的 什么原因 他正在那里做智 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 后来继位的秦庄相王一人 也在外面做智 他在哪里 在照顾 尽管这个安国君继位以后 只有三天就去世 当然后来给了他一个嗜好 叫做孝文王 这个孝文王五十多岁去世 有二十多个儿子 其中有一部分就在各地为之 大家生活的都不错 比如说在魏国的 在韩国的 在楚国的 尽管不断被秦军打击 但是还是不敢得罪秦国 所以这一批人在那些国家 可能生活的不错 还可以弄点土特产 送回秦国 孝敬孝敬祖父 那就是昭相王 孝敬孝敬还在做太子的安国君 就是他们的父亲 但是艺人没有办法 什么原因 因为他在赵国 赵国在长平之战的前后那几年 移植和秦国的关系 坑起当 所以他在赵国没有得到很好的待遇 特别是长平之战 坑杀赵军 落干万样 赵国把秦国恳之入骨 所以这个艺人在赵国 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他 哪两个字 落魄 叫落魄公子 但是他在落魄的时候 恰恰迎来了机遇 这个机遇是什么 他遇见了贵人 这个贵人是谁 一个商人名字叫吕不韦 扬笛大鼓 韩国来的大商人 出手豪阔 仪表堂堂 而且不但是大商人 还是一个有政治眼光的大商人 所以当他在韩带街头 一看到落魄公子 一人以后 立即发现 这小子奇惑可居 可能是我潜在的机遇苦 潜力苦 于是找一个机会 扬笛大鼓 李不韦 拜访落魄公子 义人 这个义人呢 也就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李不韦 李不韦是商人 而且气派很大 出口 就开门见山 说了几个字 武人大子之门 什么意思 我能让你过得风光起来 作为不要小看 秦公子一人在赵国落魄 但是还有公子的气派吧 于是一去党回去 且自大君子们 而来大五门 你算了吧 别含敞我 你自己发财吧 把生意做得心弄 你不一看 碰到对手了 这才有意义 如果碰到一个窝囊费 一点意思都没有 你一句话过去 人家一句话过来 这才是 其风对手 将于良才 才是自己要找的了 然后李不韦 继续担刀之路 五门 带子门而大 什么意思 我的生意形容 倚藏于你的生意 这就有玄机在里头 公子一人 悟性也很高 立即明白 这个杨迪大骨 是来跟自己谈生意的 于是更加诚心请教 于是谈起了生意经 李不韦就问 公子有什么想法 当然一人说 我没什么想法 李不韦说 我跟你分析一下 贵国的形势 秦王老义 这个秦王是谁 昭乡王 他已经年纪很大了 立 安国君为太子 安国君又非常喜欢 华阳夫人 而这个华阳夫人 又没有儿子 你看看 这就是你的机遇 但是有机遇未必就属于你的 如果一旦安国君继位 在你二十多个兄弟里头 你有没有优势 一人说毫无优势 什么原因 又是素子 又是中子 又叫中男 前面有很多哥哥 下面有很多弟弟 怎么轮也轮不到他 从上面排轮不到 下面排还在最后 所以他一点指望都没有 你不会告诉他 不能这样看 有机遇就有希望 我能够用我的力量 来帮助你把机遇 转化为这种可能 这就有意思了 人呢都是有欲望的 如果没有欲望 被别人捣鼓一下 这个欲望也容易出来 本来没有的想法 被吕不为一捣鼓 这个想法起来了 于是很激动 安打不住了 于是像很多想拥有财富 但是又还没有财富 想拥有权力 但是又还没有权力的人一样 张口空头支标就出去了 如果有朝一日 我富贵 有朝一日 我有秦国 当于五子共享 我们两个共同享受 吕不为就要他这句话 这就是承诺 于是吕不为开始化腐朽为神奇 用财富来运作政治 这就叫购买权力 什么叫做用财富来运作权力 吕不为第一笔投资 他做生意 第一是千金 其中五百斤给工资一人 让他把自己修理的好一点 随从多一点 一直要豪华一点 要拿出公子的气派来 不要老是这个横山像 看来就这个倒霉蛋 这是五百斤出去了 另外五百斤干什么 买礼品 齐屋完好 买五百斤 买了干什么 到秦国去活动 李不为来到秦国 见了一个人 下了两步棋 就开始运作了 找了一个什么人 找了华阳夫人的姐姐 当然一定要给好处的 什么齐屋完好 可能也就给他一部分了 另外可能还有其他的津贴之类 然后两步齐哪两步 都是通过这位姐姐来下的 第一步 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 把李不为从东方带来的 这些齐屋完好 以义人的名义 献给华阳夫人 尽管秦国强大 但是如果比文化 比玩 秦国 还是很土的 那么李不为带来的这些 齐屋完好 从东方各国购买的 乃至从海外购买的 可能秦国是文所未文 见所未见 很稀奇 不但要把礼物带到 还要转一句话 转一句什么话呢 说远在异国他乡的 儿子一人 非常思念父亲母亲 经常以泪洗面 经常夜不能寐 这就很 很说胡话了嘛 说得有点肉麻了嘛 你又不是人家的亲儿子 人家过去也没有对你好到哪里去 哪里会想念到这种程度嘛 但这个华阳夫人呢 大概想儿子想疯了 又自己又没有儿子 所以一旦有人自认为是自己的儿子 也很高兴 这是吕不为 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 下的第一步棋 这步棋叫做 动之以擒 第二步 小之以利 什么叫小之以利 还通过这位姐姐来说服 这个华阳夫人 跟他说悄悄话 说女人 以色是男人 以美貌 来伺候男人 特别是伺候君主 靠地 是美貌 美貌靠地是年龄 如果一旦年老 必然色衰 色衰以后 必然失丑 这是多少美人的悲剧 那么有什么可以解救 可以破这个局 只有 母以子归 如果你有儿子的话 将来你老了 你儿子有地位了 还可以母以子归 现在你又没有 怎么办 这个艺人送我们礼物 明摆做地 是想攀高枝 想做你的儿子 想 子以母归 你为什么不可以顺水推舟 就论他这个儿子 将来如果他继位以后 你就可以 母以子归 诶 诶 诸位看看哈 这比买卖有意思了 大家都是明白人 大家都是聪明人 不要以为自己什么嚼酒酒 别人看不穿 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关键在于 生意是不是互利 是不是互惠 是不是双赢 华阳夫人 决定 和这个叫艺人的工资 进行一次交易 取得双赢的结局 论他为儿子 论他为儿子 他说了不算了 还要这个安国军论葬才行 于是他要说服安国军 说服他丈夫 要把这个艺人 弄到他自己名下 做他的儿子 怎么说 这也有前夕 这个前夕两个字 眼泪 女孩子的眼泪 特别是漂亮女孩子的眼泪 是无坚不摧的力气 所以安国军被他眼泪 一迷惑 一说 同意了 不但同意 还通过合法的手续 要办手续的 把这个艺人 作为华阳夫人 爹 儿子 这样 这个艺人 就变成十次了 或者叫第一次 什么叫做敌次 夫人的儿子 这就叫敌次 就取得了名正言顺 来继承安国军地位的 这么一个身份 在商言商 本已腰缠万贯的富商吕不韦 他在秦国的这场政治投资 自然不是无偿的 那么他得到了怎样的回报 为了巩固这场政治投资 他还将释出什么样的招数呢 李博威第一步棋 走通了 下面该怎么办 下面该继续投资 并且争取分红 那么下面这个继续投资呢 是历代文学家 眼睛发亮的题材 什么题材 邯郸和林芝 也就是赵国的都城 和齐国的都城 是当时天下最繁荣的地方 桑谷城市 美女如云 李博威又是阳笛大谷 出手于豪阔 所以他在美女之中挑美女 最后挑到一个赵妓 据记载是 知龙绝美 而又善武 长得特别的漂亮 还能歌善武 太了不起了 就是个幽 结果把他取过来 作为自己的妻子 或者情人 同时又有意无意 开家庭宴会 请公子一人出席 那么公子一人 一看到这个赵妓 眼前一亮 焚不覆体 这小子也说得出 说你干脆把它 让给我算了 李博威当时 勃兰打辱 哪里有这样弄的嘛 但是一想 既然做了投资 继续投资吧 就把这个赵妓 让给了公子一人 关于这个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李博威真的很生气 你这个一人 多人所爱嘛 另外一种说法 是李博威 假装生气 本来就是他的一个局 这个女孩子弄过来 就准备要送给一人的 继续加强两人的关系 一年以后 赵妓给公子一人 生了一个男来 这个男孩取名字叫郑 就是后来的秦王郑 也就是后来的 为一大的秦始皇 那么这里又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李博威本来就知道 这个女孩子怀了孕 是他自己的 然后再把这个赵妓 让给公子一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商人就太太不地道了 这个太不能这样干了 到了第二种说法 坚决反对 这种说法很有道理 说根据中外医学科学 从来就没有说 怀孕所有个月在先小孩的 没这个事 古今中外没有先例 医学上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小孩一定是 公子一人的儿子 实际上有三种可能 哪三种可能 尽管李博威把这个赵妓 让给了公子一人 但是大家同在一个城市生活 而且两个人又是很好的朋友 这个赵妓和李博威 继继继续保持关系 这也是非常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秦始皇 这个秦王正 到底是公子一人的儿子 还是李博威的儿子 恐怕在两可之间 当然没有哪个 做那个DNA鉴定 当时的人只能从龙帽来看 不管怎么说 也不管哪种可能 从此以后 这个赵妓和叫正的小孩子 就是用他们的这种联络 把公子一人和李博威 两个男人 永远的联系在一起了 解也解不开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 长平之战的前后 赵湘王还在世的时候 长平之战以后 几年秦军继续打邯郸 赵国人对秦国那时候 恨之又鼓了 所以有人提建议 把这个公子一人给杀了 以表示我们抗秦的决心 李博威这个时候又挺身而出 又花了五百斤 买通门利 把这个一人给运到了 秦军里均匀 最后回到了秦国的都城 咸阳 那么这个赵妓怎么办 赵妓家里也是有势力的嘛 在家里人的保护之下 藏起来了 后来就发生我们刚才说的事情 赵湘王去世 于是他的儿子安国军聚位 真正做国王只有三天去世了 他做国王的时候 这个公子一人就变成太子了 他又去世 公子一人继位 于是成为秦 庄相网 昔日的 邯丹街头的落魄汉 现在摇身一变 变成秦国的国君 赵国怎么办 赶快采取行动 把赵妓和他的儿子 李送到秦国 于是一人一家 夫妻 父子团圆了 一人一坐 秦王 李不韦的投资 立即得到回报 那么给李不韦什么回报 第一 任命他为丞相 这厉害吧 丞相 第二 封文信口 第三 赏给或者赐给 洛阳十万付 我们在春秋的时候 战国的时候 说到一个万付一 都了不起 现在给他十万付 可以说 李不韦的投资 得到大大的回报 在秦国后期的政局中 李不韦是一个 关键性的人物 公子一人 赵基和秦王嬴政 三个人的命运 甚至秦国的命运 都因他的老毛深算 而改变 那么在他位高权重之后 他的个人命运 又将如何呢 如果到此为止 立即脱身 李不韦可能还不愧 为一代英豪 但是他脱不了身 为什么脱不了身呢 双相王 继位以后三年去死了 这个时候才三十四五岁 所以就有人怀疑 怀疑什么呢 是不是李不韦和这个赵基 旧情未了 他们未了不让 庄相王来报复 为了让自己共同的儿子 这个赵赶快继位 是不是采取什么方式 来害死了这个 庄相王 当然文学家可以发挥 想象的空间 小说家 戏剧家 可以任意的去演绎 但是历史学家 没有证据的话不能乱说 但是我们只知道 根据这个年龄的推算 赵基 也就是三十岁出头 三十岁出头 变成寡妇 儿子郑一继位就是秦王了 就封他为太后 一个三十出头的太后 应该说还有点风发正茂嘛 所以跟与不韦 关系断不了 甚至弄出更愉快的事情来 那也很难说 随着秦王镇的一天天长大 虽然在继位的时候才十三岁 但是很表现出一个非常老练的 这个男子的乞丐 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 他性格中这种杀伐果断 这种残忍 这种断绝 这种性格也越来越出来了 这个时候 吕不韦有点害怕 害怕遭到打击 害怕遭到报复 所以想抽身而出 但是来不赢了 在秦王镇继位的第九年 一到命地 把自己的母亲 从咸阳搬到雍去居住 并且从此幽静在那里 其他人见不到面 第二把跟他母亲有关系的男子 全部猝死 全部杀掉 第三 仅剩下一个吕不韦 应该说他还是有一些报恩之心 不管是他的父亲也好 还是是他父亲的恩人也好 他想保全吕不韦 但是吕不韦在秦国 在咸阳是无法保全 让他到哪里去 让他到洛阳去 他不封在洛阳吗 让他到洛阳去 拾了十万户 但是吕不韦的名气太大了 而且谣言太多了 都说当今的秦王就他儿子 你不讨好他 讨好谁 所以他不管到哪里 他都进不下来 都安静不下来 没地方躲 到了洛阳 看望他的门客 看望他的秦国的文武重臣 看望他的各国的实质 那是络绎不绝 洛阳变成又一个政治中心了 怎么办 那对秦王正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秦王正写信给他 你确实有功劳 但是你的功劳也不至于过大了吧 我们已经给你够多的好处吧 你还要这么听 现在看样子 你洛阳不能待下去了 我还想保全你 让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哪里 属地 属地在哪里 现在的四川盆地一带 成都那一带 你到那里去吧 但是吕不韦想一想 自己也曾经获得过 什么都曾经负得过 财富获得过 权力负得过 漂亮女孩子也获得过 什么都获得了 干净 为了自己的儿子 或者是朋友的儿子 如果自己不死 这个结局永远没有了解 你到成都去 这伙人还不去看你吗 只要吕不韦一口气在 他就是一个政治中心 就是一个文化中心 而且他还集中了人 编 屡市春秋 那很了得的啊 而且甚至悬赏 有一个不对的 有一个错的 我就给你多少斤 所以最后他干净自己自杀 应该说也是一定要汉子 秦王政从此以后开始清政 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析一下 秦国和六国他的关系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 整个秦国成为一个战争机器 贵族通过战争 可以不断地获得荣誉 民众通过战争通过立功 可以不断不断得到自己的身份 因为秦国的法律 斩首一级 耿一级 爵位 所以你斩首的越多 立功越多 你的爵位就越多 而且 无论是贵族 还是民众 都可以在这个战争之中 获得经济利益 六国不一样 六国经济利益不一致 贵族可以通过多占土地 通过多占人口 通过其他的方式 他获得利益 而民众 他可以通过务农 务伤 务熟悦 获得利益 对于秦国军民来说 战争就是利益 对于他们来说 战争就是货害 所以一场战争一旦发动 各个国家里 贵族和军民 对于战争的认识不一样 这种论通性不一样 将决定做战争的胜负 那么秦皇正在他继位以后 从他继位的第十七年开始 用甲仪的话来说 开始继六四之渔猎 扫平东方各国 因为大势已去 所以他这个扫平东方六国 我们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和浓语 但是他的祖先 已经把路子都铺好 公元前二百三十年 韩国扛不住 率先投降 公元前二百二十八年 秦军破韩丹 赵国密罗 公元前二百二十五年 秦军用水罐大量 喂国密罗 公元前二百二十三年 秦国公储 储国密罗 公元前二百二十二年 燕国密罗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最后一个 齐国密罗 所以秦始皇通过十年的时间 继六四之渔猎 一统天下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秦王营正扫平六国 一统天下 完成了中华大帝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开启了中国统一王朝的历史 关于秦朝 关于秦始皇 我们将在以后的日子为您讲述 请继续关注百家讲谈系列节目 国室福建型号片 正快乐 复sst十二十二年 都会比较